真的 那個事情 真的不是人所能想像對不對 像這個若瑜你剛剛講 那個北京的房子 你在台北買不到你去那邊 現在一個月租金5萬塊 你光靠那個過火就夠了 我當時還後悔 我當時我就是一買完回來 我覺得我簽了字以後 我回來還罵我那個朋友說 我就回來就開始挑毛病找麻煩說 你當時跟我講說面向什麼 什麼大街什麼 我看也沒有 是面向社區裡面 我就跟他罵了很多話 後來我現在想想 真的是要感謝他 我當時還沒有蓋 他才是你的貴人 真的是 我當時還東挑西挑罵 後來蓋好了租出去了 我真的是感謝 那有沒有道歉 當然有 想要請他吃飯 我們是很少聽鄧醫師講到 你自己個人的退休規劃 這個等一下可以請教一下 那是年輕 年輕 而且他是做 你幾歲你要叫他最新的 鄧醫師你有20幾了 因為我人生跑財經新聞 經歷過很多的變動這樣子 所以我才覺得說很多事情 其實是要謹慎以對 因為以前我在跑三張銀的新聞的時候 你還說你剛剛 你那時候利率多少 新鋒剛開始開11 12 11 12存款對不對 存款 對 你知道我小時候 台灣經濟在起飛的時候 我們要去存農會的利息是多少嗎 存農會利息是17% 18%只差1%了 真的 要借款出來是20% 21% 那也滿多的 怎麼才滿多的 高利貸 高利貸 我們法律規定是只有20%就算高利貸 我意思就是說美國60幾年 其實台灣經濟在起飛 你再怎麼借錢去賺錢都還划算 後來到民國70幾年 我記得我曾經跟三張銀的經理講過說 因為台積電有在跟他挖角 去當財務長 這個經理就說我才不要去 因為電子業其實是很新興的產業 我也不懂這樣子 結果他就繼續在三張銀 他說你看我不光股票配股 再加上退休金領一領總共1000來萬 一年啊 不是就包括他配的股票嘛 那時候三三的你會記得很貴 說到退休的時候是不是 退休的時候 那他就說你看我1000多萬 現在的存款利息是10% 我記得當時是差不多10%左右 1000多萬一年可以 可以百幾萬的貸金 他說我一年100多萬 我一個月有10萬可以花耶 你怎麼想到說現在利息多少 這麼低 0點多 現在利息一%不到 對 現在定存還搞不好還沒有那個 拒收 所以恐怖以1000多萬來講 他一年只剩下多少 你看0.8就算 你算1%好了 一年只不過10幾萬 你怎麼活 對不對 越老越不能活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人生的那個變動實在很難說 像剛剛那個文人講的 我看過你們那個調查 說經歷過金融海嘯之後 大家的年齡 退休年齡 本來是56歲到61歲 現在大家都每一個階層都往後延5年 就變成61到65歲 老的都不退年輕怎麼有機會 所以我意思是說 人生的那個變動真是很劇烈 這樣 我也要提醒就是說 現在有那樣的租金 如果有機會你要把它好好的珍惜 因為搞不好以後就沒有那個租金 我知道 我知道 對 可不可以請教一下鄧醫師 您的退休規劃 其實我是在跟那個 氣勢聊過這個之後 開始擔心 因為我本來一直想說 如果我照現在這樣子都有工作 然後我就是花我現在賺到的錢 可以一直 就是不要吃老本 可以這樣一直到 假設60幾歲 因為醫生應該是可以做到60幾歲 如果我們身體健康的話 腦筋健全的話 嘴巴不要講太多壞話 攔調的話 應該是可以 可是後來昨天在算 他這樣跟我算 本來以為說1000萬夠 算算也真的不夠 而且因為我是在計程車上面 接電話在對腳本 然後我們就在算說 那有幾千萬乘以多少 每個月幾萬 一個月那個 他問我說一個月要多少 我說一個月大概5萬塊 應該夠生活 結果那個計程車司機 把車停下來說 他說現在的5萬 你20年了 我是等於幾千塊而已 你怎麼會不會算不夠 人家說 他就開始說 那個計程車司機 覺得他退休要存3000萬 然後我就覺得非常的沮喪 醫師只想存1000萬 結果計程車司機 人家可以存到3000萬 因為他說 我現在這個空氣 等到我那個時候 因為他比較有一點年紀 他可能50來歲 他說他以前規劃的錢 現在算起來大概要乘以3 所以如果我們本來認為 1000萬夠 大概也要加上通貨膨脹的話 應該要3000萬這樣子 那我就很煩惱 不曉得怎麼辦這樣 可能過一陣子 再回去醫院上班這樣 病人多看幾個啊 對啊 對 那這樣子我 因為昨天你講要跟你Re 跟我Re的時候 問我說要多少 我就講了3000萬 因為其實我是有把 這個部分算進去 但是我覺得 因為像鄧醫師也有配偶 對不對 我們是 比方說我跟我太太 如果叫你講這樣就是說 一直這樣走下去 所以我們兩個加起來 如果有 所以你預計不是有可能 會不走下去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要把這個風險 涵蓋進去 如果沒有這個風險 把這個風險去除 就是我相信 我們會一直走下去 那我覺得 就是我們兩個夫妻 就是3000萬 我覺得OK 那前提是 這3000萬就是我們兩個的老本了 小孩子也不用拿我的錢 就對了 就是20歲以後 念完大學 就自己想辦 獨立 獨立就對了 但是如果要跟我要錢 對不對 低於 譬如說3000萬要去成員 他是幾% 譬如說要跟爸爸媽媽 借個100萬 OK 不用還 100萬OK 那我還有2900萬 但是如果要借1000萬 是不可能的事 因為你後面會怎麼樣 不曉得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像我現在37歲 我用這樣來算 那距離我打算大概65歲退休 這樣減下來是多少 那你還要工作28年 對 我還要工作28年 那你想想看28年 你去算一年假設 可以存到100萬 兩夫妻啦 加起來的話 那其實 那沒有問題 百分之百沒有問題 應該是OK的嘛 因為像現在我的狀況是 我們兩個都有房子 我的房貸已經還完了 所以我的房子 如果我把它賣掉 我還有七八百萬 但是我不賣我就一樣租 只是我沒辦法租到一個月 這麼多錢 那大概2萬多塊 那再加上說 像我從很小的時候 因為我媽媽以前是 做這個保險業務 所以我們家的小孩 有保險規模 很小就有這個保險的概念 所以我的兩個保單 都已經到齊了 都是終身的了 那我現在繳的只是 附加的 那個也不多 就我一年我三個保單 三個受險公司 算一算一年的保費 大概3萬出頭 但是它等於說 我就算不付家也沒差 因為如果說你真的走了 或是發生什麼億萬 那都有賠幾百萬 比方說癌症 你伊利亞就賠150萬 就是這個東西是 也有規劃了 所以你生病啊 意外啊 其實也不用怕 沒有錢 對不對 然後再來就是說 像我 李太太也有買自己的房子 她的名字 你自己也買了一個房子 我自己是我的名字 你的名字 你們已經各自有一棟房子 對 我們各自有一個房子 那你們現在住的是另外一棟 我們現在住的是 我太太 因為離娘家近 所以現在是住在 她買的房子 那你們太太那個房子 也她自己賺錢買的 沒有啊 我在節目講過啊 我要負擔啊 那負擔的原因是 老婆說你都去賺錢 沒陪我啊 所以你付房貸是應該的 要不然你說你賺錢為了 那頭期款 頭期款是 頭期款是太太自己付的 對 那當然因為她頭期款也繳了不少 比方說500多萬的房子 她已經付了200多萬 所以其實我現在繳這個貸款 也只有一萬出頭 其實也還好 所以我覺得 至少我們兩個現在這樣雙心 因為她的待遇也不錯 她空服員一個月也有8萬多嘛 那所以等於說 我們兩個現在這樣的狀況 如果像鄧醫師講的 你一切都是很 沒有什麼 你不能離婚耶 不會啦 不能離婚 所以我說這個風險 我們要把它撇開比較 對 這樣子下來的話 其實就 感覺像 不是 因為我告訴你 這樣的情況之下 離婚力量少一半耶 因為他們現在是一個人 我們說一個人要3000萬 他們兩個人住在一起 結省開銷也是3000萬 如果他們離婚 就變成要6000萬了 對 這叫經濟共同體 真的不能離婚 要好好的在一起 不能離婚